蜜蜜蜜蜜 MINGÍS H It's 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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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 It's a.N.N.I. Mississippi HELLO DEMI 晚安 UTOPIA 晚安 謝謝俊瑩的小雞蹦蹦 HELLO 羅爾 晚安 嘎詩 晚安 酷洛洛 晚安 咪咪咪咪咪 Sexy 您 Sexy 咪咪 咪咪咪咪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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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麼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 髮型不一樣 還是特別可愛 特別Sexy 謝謝正元的爆竹 HELLO MONKEY 晚安 謝謝Kiwi的新年快樂 祝拜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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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為什麼那麼High 因為 我找到我的主題歌了 大家 我找到這首主題歌了 跟你們說這首歌是 這首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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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我其實是 昨天去吃晚餐的時候 在那家店裡面聽到的歌 然後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那時候聽到的時候就 所有人就 咦! Mina這你的歌耶 然後我覺得 對 我的歌耶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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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咪Sexy Me 對 而且她還說Sexy Me 她知道我是Sexy的 而且這個不是原版 她這首歌 這個版本是Key比較高一點的 比較是我的Key 對 我是Sexy Me 我是Sexy Me 而且她的對聯很棒耶 我就決定以後 這首歌就是我的主題曲了 謝謝蘿莉蘭的夢幻煙火 我就趕快收歌 然後就收到了這一首 然後我就決定以後 這首就是我的開台曲 以後我開台就要 就要先咪咪咪咪咪咪一次 對 好 這首歌歌名是什麼 就是咪咪咪 咪咪咪 然後我聽的這個版本 它是Nightcore的版本 比較就是音比較高一點的 好可愛喔 以後這首就是我的開台曲了 羅侯晚安 謝謝Key Me 做的 對以後這就是我的開台曲 咪咪咪 咪咪咪咪 這麼多咪咪咪哪怎麼辦 哈哈 咪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咪 An 哈嘍阿恩晚安 对昨天跟大家分享 昨天去居酒屋跟成员们一起吃晚餐 然后算是年末的小聚餐吧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点太多了 所以才打包回去 我跟嘉丽都有打包 然后而且我们在居酒屋就是聊的很很嗨很嗨 然后结果一直到快要吃完的时候 然后那个店员就过来说 其实我是AKB4J10TV的粉丝 然后我们所有人就大惊吓 就是说话吧 就是你知道骂怎么样之类的 什么内部消息突然快吃完了才知道 大家突然觉得害怕 然后卡卡的为什么 吓死然后 好但这不是重点啦 反正就觉得他开心 诶居然 居然遇到粉丝 然后因为我们点太多吃不完 然后就叫他帮我们打包 然后一开始是 一开始是看要加力打包 然后他就在上面写例子的例 然后我就觉得太用心了吧 真的是我们的粉丝 就是完全就是真的粉丝 就是全部每个人都叫得出名字的那种 不是说我只认识某一个人 所以我就很开心 然后换我要包我的食物的时候 我就说你可以帮我换一只藏鼠吗 然后就呃 因为我不太会画藏鼠的 然后然后旁边人说你不要 你不要为难人一下 你说好吧 然后就之后收到的时候 就看到他上面 就也不会画藏鼠的手 觉得还是很可爱 他尽力了他尽力了 粉丝有离我们三公尺远吗 没办法人家 人家追我们的服务生 服务生一直 哈啰麦斯克晚安 还会很卡吗 现在为什么今天那么卡 谢谢花生什么树的除夕庆团员 原来那不是便当 不是便当啦 是吃不完打包回去 吃的饱饱的 所以我今天的晚餐就是昨天打包下来的串销 吃了好多肉 超饱的 觉得满足 还是有点卡 哼 怎么办 谢谢小碗熊的心理箱 谢谢阿当的告白气球 粉丝有帮我们加菜吗 没有 我本来以为 本来以为要帮我们加菜的就 就是他最后我们已经吃超饱了 然后他又送了两颗烤饭团灌不出 哦是招待的吗 谢谢 他说哦没有 是你旁边的加点的 哦 真的吃不完了 帮我们包起来好了 原来不是招待 蛤真的卡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谢谢君盈的小鸡蹦蹦 我要重开吗 我重开鸡一下手机 要吗 要吗 是浪的问题 这是我手机的问题 谁这么会吃 那还要说 我旁多 我旁边做的就是黄秘鼠了 你说还有谁 哈哈哈哈 小事好满足哦 因为 就是好像很久没有吃大厂 哎也没有很久了 庆功那天才吃了麻辣锅 哎我这边也显示网路不稳 对又卡了 谢谢steven的团员会员票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有点卡卡的 谢谢君盈的小鸡蹦蹦 谢谢Sky的水晶吊坠 误会例子 不是你们不要听到饭团 你们不要听到本丸 就觉得是加力点的好不好 虽然他真的是蛮会吃饭的 后来那两颗饭团都给他带回去了 本来烤饭团看起来很好吃 可是那时候 酸香没有人要的串烧带回去 哎我怎么一直网路不稳 是我的问题吗 天呐快不行了你们看 不是不是你们看 我看到我现在这边 oh my god 我这边的那个数字啊 他的传输速率从每秒100 不是每秒200现在120 刚刚一度到80跟60 60kb耶 难怪会卡 我不知道但是浪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我需要重开吗 是我的问题吗 现在又变89了 oh好烦哦 谢谢演员的枫叶 声音是顺的 嗯 串烧 为什么没有人要 可能因为不好带吗 我不知道 声音很顺画面很卡 我要重开吗 重开也没有比较好 然后又会断掉 突然觉得身体好痒喔 串烧冷掉不好吃 哦可是我们家是有烤箱也有 海外反而没什么卡 所以不是不是我的问题吧 海麦 海 海外没问题就是浪的 我刚刚怎么会讲海麦 喂 喂妹 我们的房间 无所谓 声音是 诗言晚安 哦对了 大家我今天有几点重要事情要宣布 虽然在直播间宣布好像有点奇怪 对可是 就是因为上次 啊好烦哦 今天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真的很重要啦 不能一直卡 啊我真的生气哦 别的声音也会卡 我要不要重开啊 我真的 谢谢太空的钟情玫瑰 不要不要重开还是不要还是不要宣布 呵呵呵 Drake晚安 现在听到重要宣布都会怕 哎呦好烦哦 还是我重开 我重开算了 哎现在又好了 更新讯息 我的让 我有更新啊 我有更新啊 他实好实坏 我已经不知道是谁的问题了 我的重要是哪方面的 哦我的重要是跟我以往不太一样 开 我重开如果也有卡的话就就那个啰 好吗 好吗 我现在 我现在 传说速率就 58KB 每秒 我觉得是让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重开看看好了 是不是我们该忘了 我重新开机一下我的手机 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 对 哈喽 重开了 看起来是跟刚刚差不多耶 他 看起来是跟刚刚差不多 但是希望他不卡 哈喽 Killer晚安 如果会卡再跟我说一下哟 有顺吗 有顺吗 哈喽 先这样试试 好玩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好 反正主要呢 就是 就是呢 上次直播的时候 上次直播的时候 应该说也不是上次直播啦 应该说也不是上次直播啦 三周年 演唱会结束之后 我就觉得 获得了很多的力量跟能量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又有动力在继续前进了 然后我以为大家应该也看完表演也会有这样子的 感觉的时候呢 我那天直播也 礼拜一直播的时候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啦 然后 结果直播结束之后却收到很多不好的 回应 就觉得原来只有我自己在那边自我感觉良好 只有我在那边自我感动 就是原来 原来没有大家都开心 所以才想说要做出一些改变 应该说 就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就是 三周年结束 明明应该很开心 我也以为大家会开心 但是却发现 事实不是这样 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 我觉得是我被误会 就是我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三周年的事情吗 可是 却有因为 其他的事情 或是三周年上面的事情 就有被误会 我就觉得 我不喜欢被误会 有时候会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 就是 要为了 对也许说不好的话的粉丝 说不好的话的粉丝 也许就只有那么一两个 不应该被他们影响心情 但是我又觉得 那 因为这一两个粉丝 我就 我就 不 不去解释吗 就是也许 真的误会话的人 不是只有 那一两个粉丝 也许也有其他很误会 只是他没讲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好在意 好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花时间去解释 我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又觉得也许 其他人根本没有这样想 我就只有那个人自己在 就是 自己在 乱想而已 但是我又觉得 也许有 万一有其他人也误会怎么办 就觉得算了 既然有一个人误会 那我就得解释 但是 就是呢 天哪 可是我又觉得讲了那个人 应该会觉得 哦好开心哦 Mina有 有看到我的话 或者是 耶我攻击他 他终于 就是 我得到回应了 就是我很不想这样子 可是我又不想被误会 所以我觉得算了 我还是讲好了 就是呢 那个人他就说 因为我上次直播的时候 我不是说 我们跳鸡尾云这首歌 然后 我们会把 就是我看其他 日本本家 或者是上海 都会把毛巾就是 跳的时候直接丢给粉丝嘛 然后结果 结果我们是没有 我们并没有丢 但我并不清楚是因为 防疫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但是就没有丢 没有丢给粉丝 我就觉得 蛤这样粉丝会不会觉得 就是 心里抱有期待 觉得 应该 我们会把毛巾送给粉丝 结果却没有 而且明明 票价就不便宜 却没有 这样子 然后结果 那个粉丝就 私讯我 骂我 才是说 因为我就说票价不便宜 而且你 大家也知道 VIP的两天 票价是8888 这么贵 对不对 然后结果那个粉丝就说 所以你 就是说你毛巾 你只丢给前面 8888的人 那我买3500的票 我就不是人吗 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要误会我 可以来 我觉得好 可能他有点偏激 或有点可笑 但我觉得 我真的很不喜欢被误会 明明就没有那样子讲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样的理解 可以理解成那样 我有说过 我只把毛巾给VIP票两排的粉丝吗 就是 就是 我现在不管防疫或怎么样 就是 最后没有 对没有给你们毛巾 但是 我有说过 我只把毛巾给前面 买很贵的粉丝吗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理解能力 会理解成这样 我真的是 觉得傻眼 到底哪一句话 会让人家误会成这样的意思 我真的是 应该只有他一个人误会吧 还是有其他人误会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被误会感觉真的很不好 所以我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只要把毛巾给前面贵的粉丝 那买线上票的不是人吗 我不能用抽选的 也让海外的有机会抽到 成员的毛巾吗 可能是上面有签名或什么吗 我真的都很委屈 就是 我本来觉得 就是 很开心的 三中年结束 结果居然 讲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居然收到谩骂说 就是 不尊重 买其他后面票的粉丝 我也想要走到后面 我有说我只给前面的人吗 而且拜托 做前面VIP的人 人比 比成员的人数还少好吗 成员一人丢给一条 都还 都还不够 不是他们都一个人可能还可以拿到两条吧 我真的是 我就觉得很委屈 我到底讲话 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不会讲话 让别人误会了 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 我就 真的超难过 很走行 因为我怕有其他人会不会也误会 但我真的从来没讲过那种话 但是却被误会 我真的觉得 真是好闷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天啊 我 就是那天直播结束 然后一直到下一次直播 想说 我中间还有两天 我就想说 好闷 我又要憋在心里 这个话 就是 好烦 为什么会 对我就在想 是不是没有在认真听我讲 然后没有认真看直播 到底怎样可以理解成 就是 整个歪掉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只要把 毛巾 或是我的粉 饭洒 只给前面 贵的票的人 我后面的粉丝 虽然你们坐在后面 我也很努力的打招呼啊 只是因为有两台摄影仪卡在旁边 没有办法真的走过去啊 结果我却要被误会说 哦 我就是 只要给 买8888的粉丝 我真的是觉得 是怎样 我真的是 傻眼 好 没事 极端玻璃心 好 所以 好 我希望没有其他人在误会我说的话 就是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为什么可以 这样子觉得 这个 重大发表的关系 哦 重大发表还 还不是这个 还不是这个 我还没有讲到 我只是先讲了一个就是 对 谢太空的真情告白 不是我还没有发表东西啊 这个东西也许 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发表 也许对你们来说并不是 还有一个也是跟上次直播我讲的东西有关啦 就是 就是上次直播的时候我有说过就是 我有讲到试镜的事情 然后可能有些人不是很可能我 我觉得也是我讲话我在想是不是我讲话不够清楚老是会被别人误会 所以我就觉得满肚子委屈你知道吗 就是 关于试镜这件事情 因为我有说过就是 成员们几乎都有试镜过 然后我的话是到去年才有过第一次 我已经入团就是三年半了哦 只有在去年才试镜过第一次而已 但是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讲清楚 就是关于试镜这件事情 是这样子 就是可能你会看到 比如说品寒或者是小迪啊 他们也有接到就是 全家的一些广告拍摄啊 或者是什么四重吹那些 我必须说就是他们接到这些东西 都真的都是靠他们自己得来的 就是像这些广告的东西 我以前我虽然没有特别讲 但因为我可能预设大家会知道吧 所以我没有特别详细讲 但是因为有人又误会我说的话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把试镜这件事情 就是清楚的讲一下 就是这些广告试镜 就是不是只有AKB的人 我们去试镜而已 也会有其他就是很专业的model啊 或是什么 大家都会去试镜 但是试镜这个事情 也不是公司决定的 不是公司给不给支援的问题 是外面的厂商 他会看可能会看照片选适合的人 然后就想 欸我觉得这个脸我OK 我就邀请你来试镜 或是怎么样 这样子 那我没有试镜的原因 我自己知道 公司也 公司的经纪人姐姐也知道 因为他 公司的经纪人姐姐也知道 我就是一直都没有去试镜过 他就说因为我的脸 就是单看照片就是 比较不会是厂商喜欢的那个类型 就是厂商喜欢的那种类型 通常会是标准的正妹的脸吧 就是我知道我自己长得不是很丑 我已经就是放在正妹里面的话 也许我也不说正妹妹 就是普通的正妹之间 我可能不是到就是特别丑的那种 那也没有到就是大家第一眼可能会觉得超正的那种 就是 就是我当然知道我自己 有我自己的优点跟特质 所以吸引现在 喜欢我的你们 可是就是以厂商的角度 看第一眼可能就真的 就是不会是第一眼人家向重的那种类型 对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 因为我可能会至少就说 哎呀我就是脸圆我就看起来 就是脸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人家就不会选 但是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 不是说 所有脸圆的人都没市场 就是 就是 圆脸 例子也是圆脸嘛 然后 雨林也是圆脸 类集也是圆脸啊 然后面面也算是圆脸 还有很多很多 其实成员也是有圆脸类型的人 但是他们的 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试镜机会 我真的是最少的 所以我只想说就是 圆脸 不是说圆脸 就没有 就没有厂商要选 就是 我的脸就是有点 我不知道他怎么讲 就是圆脸 它不是很圆 它就是一个仓鼠脸 就是 旁边会多两坨肉的那种 所以 反正就是 对我 我没有要得罪任何圆脸的人 或是什么 但是我只想说就是 刚好我的那个类型就是 可能就刚好长得比较像仓鼠 所以就是厂商第一眼不会想要找我去试镜 只是这样子的原因 对 就是我没有说 就是我没有说 因为这样子的其他成员就 就是更少机会什么 而且这个事情就不是公司决定 是厂商在决定的 所以我也一直都知道自己的类型 可能就真的不是大众生美 就是第一眼就是会觉得 诶这个不错 我要找他来试镜的这种类型 就试镜这回事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 然后 我上次也讲了就是 就是 我觉得我讲话都算是蛮客观的 我自己觉得是蛮客观的 在分析就是 对为什么我今天是在 在这边 为什么我跳舞在什么位置 就是我觉得我是很 很客观的 你现在叫我去站在 Center 我根本做不好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 就是明明有更好的人选 做的比我更好的成员 怎么会是我呢 所以我觉得我是 我是觉得自己现在实力还不到那边 但是有人就觉得说 哦 原来Mina这么没有上帝 你根本不想站在中间 然后我就觉得 哦 就是 对我又被误会了 我真的是 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些话 有些人就觉得 就觉得说 我 我一直在钻牛脚尖 我们觉得Mina你超棒 你长得超可爱 你长得超可爱 可是你明明那么棒了 你怎么一直在否定自己 什么什么的 就觉得我一直在钻牛脚尖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 我觉得我是很 清楚自己现在的 就是现在的实力跟能力 还有包括长相 如果他真的有一个水平尺 的话 绝对不可能在100分那边的 对 但是我也不会到 就是你知道就是 很差的那边 就大概有中间偏好的那种吧 可是却被 误会 就觉得说 我一直在抱怨 他说 这样也叫抱怨吗 就是 我觉得抱怨的话 应该是 我今天就是这样 就说 我真的觉得 就是一直叹气的 他就说 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超棒 为什么大家都不给我期会 对我来说 这个叫抱怨吧 可是我从来 我没有在你们面前 这样子过吧 就是 却被误会了 而且不止一个人 所以我真的是 就是 也许是真的很少数的人 这样子想 但我就觉得 好委屈 怎么会这样子 我真的是不会说话 一直 浪眠误会吗 我觉得我讲话就是一个蛮 直接蛮客观的人 不管是讲别人的事情 或是自己的事情 我都是一个客观立场 在分析的 结果 对 就是 我这样子叫做抱怨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不知道 我这样我不知道 我还有什么话 可以 在直播上说了 就是 很多人听话都听吗 我不知道 而且我又想到 斯雅不是要离开了吗 然后我想到 那我已经是团里面年纪这么大的成员了 然后我讲话到现在 还一直被大家误会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就是大家都知道 斯雅很会讲话 然后 虽然我也从一开始真的 超级不会讲话 到现在已经好很多 但是却 还是会被误会 我就觉得 虽然我这三年来 我根本没有成长 就是 就是 以后 让我们很安心的 斯雅就走了 然后 我还 我当下 讲话还一直 讲不好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 没有办法让大家安心 就觉得 很难过 但我 我其实已经不知道 到底是我讲话的问题 还是 就是 有些人就是会比较 比较 不知道 就是会容易 误解我的意思 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在哪里 其他成员也会被误会 只是选择不回应吧 其实我也在想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 我要不要解释 可是我觉得这样有人 有一个人误会的话 就是我 我怕也会有其他人误会 所以我还是讲好了 其实我常 就是在想 对啊 我就想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讲 然后后来就想说 这样有人误会 代表可能也有其他人误会吧 所以 最后还是决定讲 因为不讲 我就是 就是很 很憋不住嘛 跟其他成员或公司讨论 这个问题要如何处理 什么问题 但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 就是 选择要不要讲而已吧 就像这个问题我可能 我可能可以跟成员 讨论啊 或什么样 可是我觉得 讲出来的话 也是每个人做事情的 方法吧 我就是 可能我以后 自己调试的好 我就不在意这些 我就不会讲了 也说不定 但我现在就觉得 我就是觉得很委屈 就是有人 我很万一 万一除了跟我讲的那个人之外 还有其他人误会怎么办 所以我想说 好还是讲一下好了 一一解释也解释不完 是没错了啦 但是就觉得 好至少在现在就是 我能力所及里面 我对我有时间解释 我就解释一下 如果我以后真的忙到 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开直播 我也不会去解释这个事情 就想说 这样我现在有时间 我就 我就讲一下 然后呢 因为这些事情 然后 太好难说出口了 对我自己来说啦 谢谢帅欢的看好你哦 谢谢帅欢的看好你哦 我也是大人了 所以不可以哭嘛 大人就不可以哭了是吧 那我觉得 怎么讲 就是 虽然我 对我 我不小了 可是 有时候还是蛮 有时候还是蛮小孩子的吧 就比如说 三周年表演前 就是 就是因为一直很急 然后就觉得自己 就是我知道自己急做不好事情 所以我就急到哭出来了 我就觉得 就这个行为很像小朋友耶 可是我又 对啊 我又无法控制自己 就是 算是个大人了 可是就是 我一急 我就 我就想哭嘛 就比如说刚刚我说被误会了 我就觉得我怎么解释 就是 还是有人误会 我就很想哭 好 然后 一个是 就是 我不知道从哪个事情开始讲好 哈哈 好不好大家 Countdown 对不起 是我 是我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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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 我 是我 我没有控制好自己 对我要 喝口水冷静一下 没有 没事 对 没事吗 没事 是 先讲一个我觉得 好 先讲一个没那么 那个的 就是咧 在直播的时候啊 直播结束的时候 我不是都会跟大家 一一 say goodbye 谢谢小林的戳戳你 还有就是大家进来的时候 就是会跟大家 就是稍微打一下招呼嘛 那 当我开始讲话 就不会了 然后 就是原本 原本跟大家说 是老问题吗 我之前对我之前是不是有讲过 就是 就是 跟大家说 晚安这个事情 是因为曾经有粉丝 对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跟我说过 就是晚上 就是说晚安的时候被念叨名字 会觉得很开心 睡觉的时候会觉得 欸好开心今天被念叨了 这样子 对 可是 对最近有人 反映说没有 没有被命难念叨了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今天要宣布的第一件 算是小事情 大家别紧张 就是 决定以后 不跟大家说晚安了 因为 当初原本 会 跟大家一一念名字 晚安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 只是因为有一个人 说 被念到很开心才很开心 所以今天有一个人说 很久没被念到 觉得有点走心的话 就是这样这件事情 因为 只要有一个粉丝 这么说我开始去做 那今天有一个粉丝 觉得不好的话 或是受到影响的话 那以后我们就不做这件事情 就是 可能是同一个人说的 不是同一个人 就是到现在 跟我说 被念叨会很开心的人 我知道是谁 跟我说不开心的人 我也知道是谁 不是同一个人 你们可以跟我说晚安 你们可以跟我说晚安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 就是 对啊 因为 其他成员可能也就是 就是大家晚安 拜拜 就这样就好 就没有走心的问题 但是我却想说 想说 只要有多一个人开心就好 就好 可是 可是就 没办法嘛 就是直播如果 我真的要念一两百个人的名字 念到晚安 大家也觉得 很累吧 就是 而且如果有人会不开心的话 还不如就 都不要念了 我是随机看到就念了 我原本是这样子啊 可是 有些人可能 就觉得 好像有些名字很常被念到 好像 就是 但我觉得这是小事情啊 反正 但是 就正常的说 大家晚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才 我才 我才就想了一下 我觉得算了 以后不要做这种 就是 自讨没趣的 自讨没趣 不是没力 自讨没趣的事情 我才会不问 我才会不讨厌 你 你 我会不讨厌 我 你 我 我如果不是太 太艰难 的问题 我不想回答 一般是不会跳過的 吃力不討好 對啦反正就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真的就是 不然老師被說 就是 不公平還是怎麼樣 就是這樣不好不如就別做了 一進來就發生走心事件 但我覺得這個算是小的啦 就是 只是可以減少那個 其他成員會像我這樣一個一個念晚安嗎 雖然我大概也頂多念 差不多十幾個 十幾個 二十個差不多 不然念太攏長也是掰不完 玻璃仔的聚集底嗎 我不知道 但是只是 只是沒有 最後跟大家一一說晚安 我還是會說大家晚安的 大家也不用太那個 就是 排行榜 我也有唸排行榜 詩雅也會一個一個唸是不是 蛤那我不知道欸 那什麼 為什麼 還是是我自己太在意 因為我就想 蛤那為什麼其他人的粉絲不會覺得 我怎麼好像 好像 好像 每次都沒被黏到之類的 謝謝詹先生 啾啾你喔 我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我已經 我覺得我已經 沒有自己了 我不知道 我已經 我不知道怎麼做才好 我覺得我今天講完 可能因為有些人覺得 為什麼 Mina要因為一些粉絲改變自己的 做法 你不知道欸 謝謝有歷練的男子的守護禮物 謝謝安安的看好你喔 C ella一念就10分鐘 好啦 我不知道欸 我現在很久她想說 還是以後 我都不唸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幾天有睡好嗎 有啦 還是有睡好 可是 就覺得 那樣 就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最近有一點 因為通常我會看到沒有念過的名字 我會覺得會不會是新粉絲 所以很開心 所以通常會念 比較少看到的名字吧 結果我發現我最近 就是最近跟我說這些話的都是老粉絲 所以我有點覺得 我是不是越來越顧不好自己原本的粉絲 就是太想要有新粉絲 所以你都顧不好原本的粉絲 就是想要有新的粉絲 但是連自己原本就有的粉絲都顧不好 我就覺得自己也好差勁 這也是老問題 是啊 但是你就覺得 怎麼好像要過一段時間 就是它就是一個無限輪迴的東西 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次 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次 然後就覺得 為什麼都當偶像三年了 連這麼基本的事情我都做得不好 謝謝昆昆的爆竹 好 謝謝勇哥的溫手禮 我的鼻涕要流出來了 好所以這是今天要說的第一件事情 但是也不是 好像也沒有很 是不是也沒有很重大 只是我自己會覺得 好啦我希望就是大家都心裡平衡 謝謝季風亮的水晶吊墜 謝謝肖凱的除夕團圓 這個好酷喔 我剛想到怎麼突然把我可愛的臉遮住了 有一個門 總共兩件事情而已啦 可是我覺得其實都是小事情 只是我自己會有一點不習慣 而且我也不知道這樣子是 是不是對的做法 我想了三年也沒想出結果的話 問問其他人 其實我有問過其他人啊 可是每次問其他成員的時候 他們說 你們粉絲怎麼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我有點不知道欸 是我會吸引到 就是 我會吸引到的粉絲特質嗎 還是什麼 謝謝周音的啾啾你喔 可能我自己也很容易亂想嗎 不知道欸 我問過思雅啊 思雅就是告訴我說 蛤?你粉絲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他驚訝 建議就是 不用在意他們 對啊 對啊就是 可以選擇無視啊 只是 只是 就覺得 有問題我們拿出來討論嘛 就是 看怎麼做比較好啊 大胸膛都是看破人生的粉絲 我現在還 看不透這個人生 我覺得 我覺得人生很難 就是 對就是 做不好 因為有時候我也不知道 是我自己的想法太特別 還是怎麼樣 就是 有時候跟粉絲的想法會 有出入會不太一樣的時候 會覺得 好我必須承認我自己是個想法 跟一般人蠻不一樣的人 對所以有時候會有點不知道 這個到底是自己想法太特別 跟大家不一樣 還是 還是 其他的問題 對 先不用那麼急著看破 我 我不知道我還要多久才可以 就是 看破世俗 就是 就是 只要有一兩個人說了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想說 會不會其他人也有這種想法 會不會因為粉絲店員沒話長數走行 當然不會啊 我覺得 他很可愛 他盡力了 喔對 我們有逼問他說 所以你是推哪個成員 然後他就 沉默 然後我們想說 看來不是在場的成員喔 然後我就說 沒事啊不是在場 然後想說 喔好 就是 因為奇奇昨天不在現場 所以他 我們問他的時候 他又講不出推的其他人 所以代表他是一個很專情的 就是 對 對是不在場 但不會不會因為這樣走行 因為本來就是大家有自己的喜好啊 不可能因為這種小事情走行啦 有啊有啊 當然 這個是 赫赫有名的大長年賢人 哎呦 只是就 只是我現在還是會覺得 就是可能以斯亞的心態會覺得 本來就是 就是時間到了 該走的會走 就是那種 就是真的是看透事實的感覺 可是我就會 我知道有這個理論 但我還是會覺得 趁我還能做到的時候 還想抓住那麼一點點 就是 有希望 留住的老粉絲吧 就是還是 好可能現在的我真的就還不夠 不夠看透事實 就是我即便知道這個道理 但我還是想要垂死掙扎一下 有告訴琪琪嗎 沒有不要告訴她 不要告訴她 我逼她畫腸鼠 我哪有逼她 我只是 詢問說 你可以幫我畫一隻腸鼠嗎 我是詢問問號 可以拒絕的好不好 米娜的大腸麵線可以加香菜嗎 Why not 為什麼不 我覺得大腸麵線就是要加香菜 香菜是一個畫龍點睛 它是點綴 再加辣更棒了 謝謝土司機的戳戳你 怎麼辦 我有點心軟了 我本來下了很大的決心 才想說要公布 這是今天的兩件大事 可是我現在又突然覺得 蛤我現在不想講了 我現在心軟了 謝謝小玲的揪揪你喔 怎麼辦 我這樣子三心二意都不行耶 就搞不好哪天我說 哪天米娜要畢業了 然後 然後結果 結果到宣布那天 突然粉絲說 米娜我愛你 不要離開我們 然後我可能就不想走了耶 我真的是 我真的會三心二意 我的天啊 我現在不想講了 真的是 我超容易被影響 對我覺得我主要是 我真的很容易被影響 就是即便只有一兩個人說 那樣的話我還是會被影響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做到很公平的這件事情 所以才有這個想法的 可是你們又講了這麼多 我 我不知道耶 怎麼會好再說 蛤 我不說了啦 我不知道耶 我在想幾天好了 還好剛剛先講了晚安那個 先不說好了 先不說好了 我現在改變心意了 一般的直播組也很難達到公平 會嗎 其實我有去看其他直播組直播 我發現他們的直播 可能因為他們職業是直播組 所以他們一天可能就是 幾乎每天都直播 然後播的時間可能也很長 所以其實 每一個時段待在直播間呢 可能就是一兩個人而已 然後他們就真的是 那個時段就跟 就跟 那個人在聊天而已 我自己是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一對一聊天有點尷尬耶 我自己覺得 一對一有點尷尬耶 就是我比較喜歡 就是很熱鬧的感覺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提了一個問題 如果當 就是現在直播間 就只有一個人回答我的話 可是他的想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 他是不是偏激的那個 或者是 或者是跟大家的想法一樣 所以 就是大家 我會看大部分人怎麼想 然後就 怎麼做 其實我怎麼講 我這個人 要說隨和嗎 不說是個沒主見的人吧 我決定好的事情 然後 然後大家一說我就看 欸大部分人這麼想嗎 就 就會 又改變想法 一個人壓力也很大 要趕快打字有沒有 問問題呢 大家覺得呢 趕快打字 沒有人回了 直播間沒有人了 一定要回應一下 謝謝太空的小蛋糕 握手會不就是一對一 握手會不一樣啊 握手會 本來就是一對一啊 可是直播間它不是一對一的 所以它就會有 就是 不公平 或是 就是容易走行的問題 其實我可以不管粉絲走行的問題 可是我不管我自己心裡會過不去啊 謝謝詹先生的搓搓你 嗯 要唱什麼歌 腦袋 不是 可是有一些人 不是每個人聽到要唱什麼歌都會害怕的 有些人是真的就是 會有他的想法就是 欸我好想要聽你唱誰的歌喔 就是我的偶像唱我的偶像的歌 我會覺得很開心什麼的 我是不是要唱Baby Baby I love you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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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是不是錯了啊 I love you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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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其實我 就是我是一個神經很大條的人 就基本上就是一根很粗的那種 就是 我常常都 呆呆的 就是 就是神經很大條 對我明明神經就這麼大條 可是在某些事情上又會 就會 有心思犀利想很多的那一面 我就覺得 對為什麼 我明明是個神經大條的人 我居然會想很多 太奇怪了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等一下我想也有心理 不知道我現在 會被誤會操靈帶 但是我沒有操靈帶 好 那生叔叔的行李箱 AB型 我 我不細心 我很容易萬動忘息耶 我覺得對 好奇怪 為什麼 在一個人的身上 同時會有 會有粗心跟細心的兩種特質 出神經跟想太多的 這種事情 還是每個人其實都有啊 我覺得 我覺得我要 我是人格分裂 對 嗡嗡 晚安 不是細心是細膩 喔對 細膩應該細 真的蠻 就是 對 蠻粗心 謝謝 哭美的心理箱 謝謝 哭美的心理箱 謝謝 哭美的心理箱 謝謝黃拉的心理箱 人類的組成就是這樣子 嗯 嗯 有可能 就像那個心理測驗 最常會出現的 就是什麼 就是 問了你一些問題 然後就說 其實你是一個 就是 心思細膩的人 就是你會 雖然你平常 呃 雖然你平常會 跟大家一起 打打鬧鬧 但你也享受一個人的獨處 然後我就看了 就想說 呃 誰不是這樣 就是 就是 就是怎麼可能有人可以 24小時 就是365天 都一直吵吵鬧 很亢奮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本來 就有安定獨處的時候 然後那種心理箱 每次寫 我就覺得 對 你會喜歡 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但你也喜歡跟大家在一起 開心歡樂的時候 想說 誰不是這樣子 就是 這種心理箱講的就是廢話 好不好 這種 這麼大 這種 這種東西 誰不是這樣子 有人 有人可能 有人也 不會 一直都 窩在家裡吧 可能除非有一些 就是 憂鬱或 自閉可能真的會一直 悶在家裡 可是那個是生命 那個是正常的 就是會有這兩面的吧 彈貝斯的Mina 應該是最好的人格 我不知道啊 彈貝斯的我 也許還 也許比我原本的人格好吧 因為我不需要去 擔憂就是其他的事情 我覺得做美人的時候 是最做我自己的 我只要專注彈 我喜歡 就是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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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是 我沒有必要在這邊 就是 犯傻 然後沒被傻到就是 軸心什麼 沒有 發光 欸我想要講那個帥氣的話 然後還安安不分 好啦 反正 對我覺得 自己很喜歡 明明就同一個人 就 自己在那邊欣賞 另外一個人格的自己 欸 真的啊 就是搖滾就會 我 我根本不用在乎犯傻 我就 彈我自己的 歌自己開心 至海 這個就是自海 你犯傻 沒有 我看出來了 作家適合Mina 是哪一種人格 就是一個 居家的人格 現在覺得要出去才可以 是因為疫情大家都憋壞了吧 你越不要我出去 我就越想要出去 自己能欣賞自己 其實我又何嘗不想 那麼做自己 可是 當偶像我覺得就是 無法做自己啊 當偶像你跟我說 做自己 瘋了吧 根本不可能 當偶像本來就不想做自己 但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 今天Mina獨秀耶 對啊 大家都要看我 Mina的吊帶褲一邊掉了 走一邊 喔對不起 我不可以口吹 這是我故意 我故意 穿一邊的啦 我對不起 我不可以兇粉絲 沒有這是我故意的啦 沒有兇粉絲 沒有兇 沒有兇沒有兇 又卡了 我在直播很做之前 對啊 差點得罪粉絲 Mina注意一下 故意穿一邊的啦 好不好 我生日 等一下 我去年生日會的那個 吊帶褲 我的聖誕梯啊 我的吊帶褲也是穿一邊 你們不要跟我說 我為什麼一邊吊在吊了 故意的 我整個穿起來 你還看得到我裡面的 設計的圖案嗎 我設計那麼辛苦 然後穿上去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故意的啦 我上次才說別人的英文不好 不是那個真的很不好 我忘記是說什麼了 差超多的那個欸 差點沒忍住 等一下那個是出口嗎 這個是出口嗎 補 誰不會補啊 補欸 這個不算出口好不好 我們這個是 人體自然排氣現象 謝謝阿華的紅玫瑰 謝謝黃拉的觀光巴士 而且我發現你們對於Mina 有沒有生氣這個點 你們是有很大的誤解喔 就比如說 Mina暴怒 Mina暴怒了 我想說 有沒有暴怒好不好 這樣叫暴怒 這個暴怒應該是怎麼樣 真的暴怒 我就不會再跟你 在這邊還嘻嘻哈哈的 還有那個什麼 之前公演的時候 我的法庫不是掉了 然後我明明就超冷靜的 然後迅速把它丟到旁邊 你們就說 Mina怒摔 丟這個法庫 我想說 你們不要亂用怒這個人 這是好嗎 我不是那麼容易動怒跟暴怒的人 不要亂用 我沒有生氣 你們要講得好像我很容易暴怒 沒有 我沒有暴怒 真的是 沒有暴氣 沒有暴氣好嗎 根本沒有 你們不要再謠傳了好不好 我的個性超好 我現在感覺就是 我懷疑你們想要讓我生氣 是不是 沒看過Mina 你們就是那種 以前小時候愛 欺負小女生的臭男生 就是 欸 你們講話這種聲音 好好奇你生氣是什麼樣子 欸 媽我啊 媽我啊 然後你們就開始 瘋狂 鍵盤戰士 鍵盤俠 開始 好想看看你生氣的樣子 記者在下標 OK 你說暴怒是記者標題 本來大家 欺負喜歡的女生 對啊我知道 你們都很喜歡我 想被踩 那你就應該考慮 當初買8888的會員票 你會很高的機會 變成員踩到喔 因為真的超近的 真的超近的 是小男孩的話可以 等一下 不是 小學男是什麼 拉吊帶褲的袋子 我怎麼要拉吊帶褲的袋子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癖好 我看不懂 今天真的一直卡也好煩喔 小屁孩的面 我夠了 我從來沒有講過這種話 大家 至少就是 我有記憶以來 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 很多小朋友會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班上也有這種同學 就是那種 很 自以為很正義感的同學 自以為很正義感的同學 講話都會偏大聲一點 那個嘴臉我真的是 好 不太會模仿 我不是會說這句話的這種人 謝謝CK我的文首禮 謝謝阿當的啾啾 因為我小時候是一個 小時候是一個 就是穿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種模範聲 就是不會是 就沒有什麼這種問題阿 就是 因為 小學阿 你就只需要把書讀好乖乖的 就會 就會 沒事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 阿你很會讀書 就是很 很 喜歡跟你在一起這樣子 小時候真的是 只要會讀書 就可以活得好好的 謝謝數學課本的楓葉 三千五靠走道可以被拆 講得好像我有踩到一樣 狂風看到國小鄰座 那麼可愛的嗎 我更愛笑 我真的覺得我講這句話說 真的智商 我原本智商在這邊 有看到嗎 超出螢幕 我原本智商在這邊 我講 我更愛笑 我突然覺得我的智商 突然大幅下降 到這邊 那麼講這句話 會讓人就是 智商降低阿 我更愛笑 在線上有被踩的感覺 有嗎 我們的 渲染力有這麼好 渲染力 沒有被我踩到軸心了 好 我怕Mina在這邊宣布 我以後每一場表演 我都會踩粉絲 都踩 都踩 就沒有走心的問題了 是不是 都踩 我們平等好不好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好不好 突然變成小學生 我真的覺得我只要一 一真的小學生了 來 很渲染 置�超出 螢幕 這真的超高 爆表 消音 練得這麼高 排小玉 很糟 等等踩到不是Mina粉的 搞不好就真推了 我今天被Mina踩了 难道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我踩他比较用力宏心了 你们很烦 不要理你们了 你们很烦 真的 确实是这样子 真的没有办法满足每个人 我真的一直很想要当一个 可以让大家喜欢的人 所以我一直都是很在意别人的想法 可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用在现实生活中的话 其实是很OK的 就是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你在乎别人的看法 然后尽量做好 就是本来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子 可是在当偶像的时候 就会发现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已经是你无法满足了 然后我就会开始陷入一个 死胡同里面 就觉得 为什么 以前没有当偶像的时候 明明就没有问题 怎么当了偶像之后 什么事都做不好了 怎么做都不对了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粉丝之间会互相比较 可能这就是我还不懂的世界 可能这就是我还不懂的世界 对 而且我 我那个 脚也会累 为什么 它可以被踩到骨折 哪来的斗 我在哪 谢谢自伟的新药女生 好吧我觉得 哈我不知道 我就 很评论啊 但我觉得我好像有被你们开导了 虽然好像都是 都是老话一句 但是 但是讲出来就觉得 好多了 谢谢小文的小月刷起来成功 不要突然脚会累的正乱 不是脚本来就会累啊 平常人都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了 可是我已经 就是怎么讲 就是尽量让自己 就虽然不能做到每个人都喜欢 但尽量不要让那么多人讨厌嘛 我应该 是没有什么在 就是我基本上没有得罪过别人 除非就是我不太会跟别人交恶 有人预告要小盒子了 要先处理他吗 谁 好可怕 好可怕 你不交恶都交一 哈好难笑了 哈喽 哈喽 因为就像有时候看 演艺圈的一些 就是 娱乐新闻嘛 然后就会说 哎有些艺人他真的是 比如说林一城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面新闻 然后 我就看到大家就是会 稱讚他们 就说 哎代表他们就是 非常成功的 不然如果你 你 你...有跟別人交惡的話 就是可能都會被... 可能他們... 就是要一直做好 又卡了 好煩喔 我跟你們講我一重開機了 真是絕對不是我的問題 今天的網路真的很母湯 我才播 而且我剛剛前15分鐘斷掉了 謝謝 烏魚的紅玫瑰 沒有重大事件 但這樣也...也算是做人蠻成功了吧 我覺得 偶像都會遇到 嗯... 雖然這件事情我也知道 可是就是... 在現在粉絲基礎還不算很多的情況下 就想要... 至少先... 鞏固你 連現在幾個粉絲而已 你都顧不好 你要怎麼樣... 所以雖然那些道理我都懂 但是就是... 覺得... 現在... 能做好的就把它做好 謝謝紅衣的Kiss啾啾 謝謝浩浩的Kiss啾啾 切一下網路 但是已經... 我... 我已經不知道... 我真的不是... 不是網路的... 我覺得是浪的問題 還是你們先去看別人 我覺得不是... 怎麼辦 不然我今... 這個禮拜 我要再找一天補 今天的網路我真的是... 很生氣耶 很生氣耶 但我不知道我這禮拜還有沒有... 真麻煩 好煩喔 又不穩了 別人... 別攤也... 別攤也會卡嗎 你都會卡 那為什麼要更新 哈囉 浪可以不要更新喔 我覺得原本就很好了 而且他現在的介面我反而用不習慣 我上次要開直播的時候 他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找不到哪裡可以開直播 不對我... 應該要check浪Live 對... 聖緣駕到 哈囉 晚安 會嗎 會嗎 他這樣會看到嗎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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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管哪個卡 會嗎 這樣他們看得到嗎 他們現在工程師已經在後面 搞不好很努力在修那個來 三週年被Mina圈粉 真的嗎 你是被我踩到的人嗎 好啦沒有啦 我三週年沒有踩到任何人 好吧大家 跟切換界網路 太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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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小編進來才會吧 那要怎麼讓... 讓小編進來 要tag他嗎 他到底看不看到啊 這樣tag沒有用是不是 讓小編 很卡捏 空風吹了 大雨殺我 我應該不會臉 他是不是現在一直被tag 他一直卡 我都... 我的葵瓜子 他一直卡 我的葵瓜子 工程師都下班了 會嗎 工程師不是都上班 上到很晚 我記得粉絲裡面 有好幾個是工程師 請... 負責... 那去看一下別台好了 會想... 只有Mina 這台是... 是順是誰 我打翻 浪... 浪Live尾牙會吃火鍋嗎 我覺得不會 浪Live賺很多 你沒有看他們上次那個 我上次去浪Live的那個... 點 特點 不是 是不是嚇到你們 突然太... 新潮之夜啦 這跟點完全沒關係 新潮之夜 他們那個... 那個... 總榜前使 要不要幫我修一下 我的浪Live 只要修我的就好了 救命啊 那最近我吃的蠻好的 因為... 是... 年... 年末了 就有很多尾牙殘可以吃 吃的... 連都鼓鼓的 只要修我的 只要修我的 唉唷... 要修... 修很多人修完都... 都... 都明天啦 我超恐怖的 對啊 那天... 我是第一次見識到 就是直播主的世界 他們就是... 就是吃飯也沒有在專心吃飯的 就是沒有辦法專心吃飯 就是一直在... 跟粉絲互動什麼 可是我不行 因為我吃飯就... 要很專心 尾牙延期 尾牙延期 哦... 還好我吃完了 嘿嘿嘿 啊對 為什麼會延期了 好難過 電源出現了 有嗎有嗎 電源來了 在哪裡 哪裡 我看看 我們 佳萱 嗨 原來你叫佳萱 晚安 我跟... 我也很... 我本來就很喜歡佳萱耶 佳萱是那個SHE裡面的 Selina 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佳萱 又是我 也會用熱烈的 小脾氣 只要你 能接受的 這個... 居然是佳萱 什麼 你們你們 你們都認識嗎 我也認識耶 SHE裡面的Selina 想要去當店員 當店員辛苦的地方跟工程師不一樣 工程師的話應該只要一直做著就好了 可是工程不是工程師 店員的話要一直走來走去 然後我們還很吵 因為巨腳應該怕很大聲 然後我們八個人去 就是最左邊最右邊 我根本就聽不到 因為我跟家裡 我們兩個做就是斜 就是對角 他做最角落 我做另一邊的這角落 然後我講話的時候我就 應該很大聲 然後我就說聲音還是很簡 然後李嘉莉就一直動 可是他一直 他說他就一直笑 他說我一樣 一直就是不知道在幹嘛的倉鼠 然後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好累 我就是 因為他很大聲 然後人家還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八雙眼睛的凝視 我們專心吃飯 不打擾別人工作 反正要跟同事說直接換TP格 對啊應該要換的 應該要換的 雖然我們已經很吵了 獅吼公 對雖然我是獅子座 但我真的是個老鼠 我在說什麼 我很奇怪 我數老鼠 但是是獅子座 好衝突 我到底是老鼠還是獅子 這件事情 真的呢 昨天 昨天 請我們吃飯的人 他給我們每個人都發了一包紅包袋 可是紅包袋裡面不是紅包 是呱呱樂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等餐點的時候 我就先來玩呱呱樂 我第一次玩呱呱樂耶 好酷喔 他有很多這種玩法 很好玩耶 他有什麼 紙骰紙筆大小的那種 然後還有 還有 還有 什麼 考驗 我後來有中一百塊 也不錯了吧 我這個人是那個 連統一發票 都不會中獎的人 我覺得中了一百塊 我覺得很開心啊 而且主要中 我覺得中獎 倒是其次 主要是我就是人生第一次體驗到 就是過年 聽說台灣人過年都會買呱呱樂 我們家沒有 沒有買過 我爸爸媽媽應該有買過啦 但我們過年的時候沒有 沒有買過就對了 我爸爸媽媽可能有偷偷去買 但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第一次玩就對了 所以我很興奮 而且我覺得我們那時候 餐點都還沒送上來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玩呱呱 然後就 然後那個店員到最後 就是我們已經吵了兩個小時 然後就說 然後是那個 接下來還有定位什麼什麼 然後就算去 粉絲 我們剛才前面還在那邊 耶 終一百塊 然後吵 然後說 終一百塊吵什麼 因為我真的很興奮 我第一次玩 搞不好 我不知道我很久沒中了 希望可以中 讓我過年吃一頓好的 假如中十萬 蜜拿會什麼 中十萬我請客 十萬完全可以請客了吧 過年每次刮到中獎 就會想要再繼續買 到最後錢都沒了 所以這種 這種碰運氣的東西就是怎麼樣 就是 你中了小小的你就要收手了 因為你 就是通常買多了 你就會開始 回不了本 所以我昨天中一百塊的時候我超開心 然後我突然覺得 哇 呱呱樂好好玩喔 我開啟了一個 新世界耶 你看台灣人過年玩呱呱樂 然後 蜜拿本來很節 就是靠蜜拿 越來越可憐 衣服都沒有了 因為我都拿來去買呱呱樂呀 大家放心 我不會啦 我不會 就是 這種東西 偶爾體驗一下就好了 我不會把錢都拿去買呱呱樂的 投機的心態會變韭菜 蛤 投機 會變韭菜 為什麼 為什麼投機會變韭菜 這個是 閒音笑話嗎 通常都是一張訂輸贏 我想想我那個是瓜 對我只有第一張有中獎 第一張中獎的時候 我還很嗨想說 因為總共買了三張呱呱樂 所以第一張就中了一百塊 想說蠻有稀碗 然後第二張第三張的時候 都沒有了 我不懂 我不懂韭菜的韓義 蛤 韭菜有什麼韓義 韭菜就是 好吃的菜 等一下 什麼意思 韭菜還有別的韓義 韭菜有什麼韓義啊 瓜瓜樂不是一張一百塊而已嗎 要相信挖礦理論 不行啊 挖礦理論 我一定會身敗名列 我跟你講因為我們家就是沒有中獎運 我們家沒有中獎運的 我們家 因為我往年過年通常都是在澳門過年 然後因為澳門就是 都是很多很多賭場 但是我們不會賭特別特別大的 因為我不太懂 我跟我媽媽都不懂怎麼賭 所以我們就是會玩 那邊有很多那種雞台 什麼什麼 餃子老虎雞那些人 就是那種雞台就可以玩小小的 就是可能放二十塊進去 你可以玩很久 就是每次都賭小小的 就我們 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媽媽 因為我們下午很無聊 就說不然我們去賭場晃晃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看不懂怎麼玩 然後 然後 我們家 就我跟我爸爸媽媽 就是 他們教我玩那個電子機台 然後說這個 只要一點點錢就可以玩很久 然後 然後我們就一個下午就在那邊玩 就是玩那個 我不忘記有沒有賺了 好像就是 二十塊進去二十塊出來吧 就是有贏有數還行 就是 很 好啦很無聊的澳門過年 但是 就是 可以耗時間 今天網路一直斷好煩喔 主場就是跟公園差不多 就是 只是比較 豪華的 豪華的公園 但澳門真的很多公園啦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澳門 澳門 喜歡公園 公園 公園超多的 通常不太懂的新手反而會中大獎 我就沒有那個運啊你知道 你們也卡了嗎 他一直說我網路連接失敗 我明明就正在連線中 喔 我打嗝了 希望我打嗝的時候是 是卡 不是 是沒有卡住音 你們沒有看到 我昨天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原來 累積他不會打嗝 怎麼會有人類不會打嗝 怎麼會有人類不會打嗝 怎麼會有人類不會打嗝這件事情 等一下我看不到你們的留言了 他一直說我網路連接失敗 救命大家 現在是怎樣 他一直說我網路連接失敗 為什麼 我現在跟你們在同個時空嗎 我看不到你們的留言耶 救命 救命 我看不到留言 應該是我的留言沒辦法更新嗎 是到底怎樣 到底怎樣 到底怎樣 哎 哎有了有了有了 突然突然碰出來了蹦蹦出來了 有了耶 突然好了突然好了 那剛剛 等一下 剛剛大概有一兩分鐘的時間 你們在哪個時空 剛剛那一兩分鐘你們在幹嘛 剛剛那一兩分鐘你們在幹嘛 你們剛剛有聽到我打嗝嗎 如果你們有聽到我打嗝的話 就是 就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沒有聽到 你們該是去哪個時空 你們有聽到我打嗝嗎 你們在我打嗝 我打嗝的時空是有多久 沒有 是我跳進時空秀喔 不是剛剛完全沒有留言呢 你們有看我打嗝 為什麼 可是我剛剛 剛剛發生什麼事 不是你們剛剛在幹嘛 為什麼會這樣 你們一直 不是你們一直都在 那剛剛沒有留言的時候在幹嘛 還是你們有打別的沒出現 停電了 停電了 今天 我才在幹嘛 我不是他嗎 我就想說 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 現在是怎樣 停電了 大家 救命啊 你們很正 不是正常鬧鬼了 大家 有鬼耶 留言愛我之類的 什麼東西啦 又好了 大家 我的心好累 那電線是不是結束吧 我覺得是 我覺得我應該要買新的 對 我從上次直播的時候 我要買新的 但我還沒有買 等一下 我處理一下 等我一下 我處理一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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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欸 不行 電器用品 電器用品買新的比較安全 好了 現在超順 可是我 可是我 我現在 可以了可以了 我們現在要小心 這個燈跟 因為 施雅以前那個燈有八十七八下 不是 我們的直播的燈本來就是同一個啊 因為一開始我們 剛踏入直播這條不歸路的時候 喔沒有直播不是不歸路 我讓你說話 我們剛直播的時候 就是 每個人都有發一個腳架 跟一個直播燈 只是很多人的用沒多久就壞掉 我還算用了蠻久的耶 這個燈 三年耶 打嗝以後就開始順 為何 所以我剛才太久沒打嗝 所以你們有聽到嗎 雷吉居然說他不會打嗝耶 他說他這輩子 只有打嗝過兩次而已 怎麼會有人類不是打嗝 不會打嗝 這是人類嗎 太奇怪了吧 只有我用那麼久 真厲害 這台蠻逗的 欸 你才蠻逗的 逗逗 有聽到打嗝 不是 不是 我打嗝耶 因為不會打嗝 一講01就卡了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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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偶像真的不會打嗝耶 所以我不是偶像 因為我會打嗝 救命啊 現在網路又卡了 為什麼 有1號沒有2號 是不是 Mina現在在哪個時空 我現在也在打嗝的 轉烈點 林依還不用喝水 對 她不用喝水 不用上廁所 然後不會打嗝 這不是人吧 是 我也重開了 我也重開了兩次了 我講了超級秘密 所以被卡了 不會打嗝 這不是超級秘密吧 我的超級秘密是什麼 欸我沒有秘密耶 我要什麼秘密 我已經沒有東西 可以跟你們講了耶 我的燈也要吃網路 那我好像蠻正常的 愛的小熊 偶像不是都不會打嗝嗎 所以我不是偶像是不是 你們剛剛聽到的 你們剛剛聽到的不是打嗝 只是我在就是 我在練習喉腔 喉腔是這樣 我不會 喉腔 救命啊 怎麼喉腔啊 我喉嚨在哪裡 我喉嚨在這 等一下我好像不行 算了 抱歉我不是個搖關歌手 喉嚨 剛剛進來粉絲想說 Mina Mina怎麼了要吐了嗎 謝波城水晶吊墜 Mina是玉女模式 玉女 玉女這個詞好久沒聽到 玉女也不是 就是講 以前的 以前剛出道的那種很清純系的 叫玉女偶像 為什麼最近很愛說救命啊 為什麼最近很愛說救命啊 因為我最近常常都快死掉了 你們要救我 我是搖滾歌手 搖滾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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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愛的贊保 我的愛是 我的愛是 我的愛是樓君說 謝謝 我好愛樓君說 當時還以為噎到 那你們要趕快拍我啊 趕快拍我 Mina也是倩女 等一下倩女不好吧 倩女不是 那個嗎 已經那個了 謝謝蹤影的小熊 救一次要五百塊 好像滿便宜的耶 救一命才五百塊 現在可以 快點救我 我的愛很多 對啊 我是一個充滿愛的小孩 欸浪今天真的怪怪的 我剛剛想說充滿愛 我想要開 特效 愛心的他 結果發現我 現在沒有任何特效可以使用 他跑不出來 他真的壞掉了 是浪的問題 蛤 又不是嬰兒 我巨嬰啊 我是巨嬰 慶照顧我 什麼時候可以再上狼人殺 等你們發我通告啊 你們不是我經紀人嗎 你們又不發我通告 你知道我在家已經等了很久通告 都沒有發我通告啊 快點發一下 我也很想要再去狼人殺 我不是啦 Mina是柔太太之一嗎 我不是啦 我不是啦 我沒有阿甘交反反槍 鼠王搖滾 鼠王搖滾是什麼啊 鼠來寶會唱歌 對 那我是鼠來寶 終於承認是巨嬰 我的臉完全就是巨嬰的樣子啊 巨嬰臉 喔對我今天要來唱那個 沿途風景的日文版 但他今天很卡 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唱 還是留下去 對啊經紀人 快點發我 經紀人們 你們都是我的經紀人 我經紀人很多個 經紀人本來就需要很多個嘛 我們那個全方位 全方位發展 對 清工業麻辣鍋 聽說你點了五份的水蓮 五份水蓮很少 你知道嗎 因為 就是水蓮 大家很喜歡吃水 然後就一次點了五份 就送過來的時候這樣 就是 只有一小撮 然後我們還跟店員確認說 欸 這是五份嗎 他說對啊 這是五份喔 我們點一份他來的是這樣 我們點五份他來的還是那樣子 現在超順 真的喔 那我等一下可以來唱 唱唱歌 我今天講的不會很負面嗎 可是我剛才哭的蠻負面的 可是哭的好像以為我家發生什麼大事情 對我來說是本來要講大事 對我來說的大事 但我現在反悔了 所以就還好 我的心盡昇華了 有嗎 你說從我那個前面哭完之後 心盡昇華了 各種專長的經紀人團隊 我看有一些藝人真的是這樣 就是他有負責接洽演戲的那塊的 然後有負責接洽就是比如說走秀之類的 只是他會有兩個負責人 又開始卡了 今日是否不宜唱歌 點五份還是一樣大小 對我也是很困惑 然後那店員還跟我們說 對喔這是五份 去吃五火鍋點了五食盤肉 這超棒耶 這樣很划算 其實我很喜歡去吃吃到飽耶 就吃完之後會覺得自己超滿足的 然後大概可以三天不吃其他東西吧 我現在 160KB 今天浪太不穩了 對啊 我已經tag他兩次了 他都沒有改善 我覺得這個客服 我要去客訴他 他以為是要比耶 可以啊 耶 耶 能夠三天不吃 耶 因為平常很少吃肉嘛 所以突然吃到時候就會覺得 超滿足的 而且我覺得新店還不錯啊 我覺得他的肉滿多選擇的 三天不吃可以 可是要喝水 吃到飽沒吃到甜點都不算吃飽 我覺得他們的甜點也還不錯啊 我吃了 我覺得他們的奶酪很好吃耶 然後還有 我還點了一個草莓蛋糕 不是草莓蛋糕 對不起 我在講什麼 明明這是彩虹蛋糕 為什麼我說草莓 他是 彩虹蛋糕啦 不是草莓蛋糕 彩虹蛋糕 可是那個還好 他不像蛋糕 就是 有點冰沙的口感 但是我只是因為就是 看到 彩虹耶 就覺得 就是好像很漂亮 所以就點了 但是主要就是 我吃的不開心 也沒有不開心 就是有一點微不開心 就是本來應該是 吃完超滿足 但微不開心的點 就是 只有小辣 他原本預設每一鍋都是給小辣 他是有說如果不夠辣 可以去加辣 但是我覺得他預設就是 給小辣的話 感覺 也會多辣 而且其他成員在 我也不能點大 所以就有點微小 我不夠盡興 所以如果我 下次有機會再去吃吃到飽 我一定要點大辣 哈囉 憶姐 微小 不盡興 對 沒有看到成員打 因為沒有特別好吃 就是 那個看起來是蠻好看的 可是就是一個冰沙的口感的蛋糕 就是 還好 它上面寫什麼 彩虹乳酪蛋糕 但乳酪味不重 就是一個 外表還不錯的 東西 但還好 我會讓其他生員掛掉 我會讓其他生員掛掉 你都會喜歡吃辣嗎 你拿著吃到飽會去挖冰淇淋 你先來吃嗎 不會耶 因為我怕我先吃甜的我就吃不下後面的 我也是習慣先吃 鹹的 吃完再吃甜的 因為我覺得吃甜的東西啊 會很容易覺得飽 就像 就是比如說蛋糕 你可能 吃一塊 但其實那個飽不是飽 就是 吃膩而已 還有像披薩這種東西 也是很難吃多吧 下的只是 如果只有一種口味 然後一直吃 大概吃三片 我覺得是極限 就是 主要是膩不是飽 所以如果先吃甜點的話 我覺得會很浪費我的那個 胃 所以我一定會瘋狂吃肉 甜點是第二個胃 但我就會留吃飽之後再吃 因為不然我就會吃不下 可是它是鴛鴦鍋啊 它是鴛鴦鍋 我想說我一鍋 我的辣的點大辣旁邊 是其他的應該OK吧 好久沒來看敏娜 以後常來看我啊 不然我就 我會哭欸 你們問其他前面來的人 剛才敏娜是不是因為 大家都不來看我 所以哭很醜 我現在 我真的覺得我 哭算是那個 就是復原很快的 你們看你們看 就是一般人哭完 不是會看起來就是 一副剛哭過的樣子嗎 他想說 有啦我剛哭完 已經乾了啦 他想說我前面 我前面表演 還沒表演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弄不好 就哭到他說 結果我宣布畢業 你居然沒哭 我真的是 恢復蠻快的 對啊 去吃吃到飽都沒在吃菜的 我那天也沒怎麼吃到菜 因為我跟翁翁做同一做 翁翁他現在是吃素 所以 就是每次菜一丟下去 他點了超多菜 都是他在吃 只是我還沒反應過來說 菜沒了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就專攻肉這樣子 吃太飽吃不下冰淇淋 很恨離開餐廳 有這麼恨嗎 甜點不是第二個味嗎 怎麼會有吃不下冰淇淋的問題 我冰淇淋吃了六球 超愛 今天很多人來看我 你們以為我要發表重大的消息 結果我講了之後 你們就覺得 無聊 本來真的有 可是我現在反悔了 我現在 對 現在不想講 對 點了20盤水蓮 都可以吃啊 我會挑菜 就是比如說水蓮 那它是本來就蠻貴的東西 我就會吃 可是像菇重 我平常 對我現在冰箱裡還有 就是我家冰箱常備款 金針菇重 那些我去吃到飽 絕對不會點 那些就是便宜的東西 我就不會點 六球對我來說小Case吧 因為我從來沒有買過Hugendash 對我來說 太奢侈了 同學負責煮你負責吃 我覺得火鍋其實還好吧 火鍋就是 自己要吃就蒜蒜肉吃啊 如果是烤肉的話 比較軟 很容易烤焦 如果你只顧著吃的話 一定會烤焦 如果是去吃燒烤 就是當天 你是沒有意識的狀況 就是剛做一下就覺得 好累喔 然後就 用什麼食物就吃 然後吃了一個小時 好累喔 好像睡覺 真的很像什麼王魂 就是在那邊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嘴巴吃的是牛 還是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牛 還是豬還是羊 不知道嗎 就是放到嘴巴吃 我覺得好浪費喔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然後就吃了差不多 然後回家 然後睡爆 慶功宴跟誰是 當然是成員啊 不然會有誰 就是成員啊 還有工作人員啊 就我們三週年棒啊 慶功宴跟粉 跟成員吃啊 當然我們三週年 Mina吃到睡著 我哪有吃到睡著 好 吃烤肉都是幫別人烤的那個 哇 太好了吧 我通常都是負責吃的那一個 放烤天 然後我就吃 就這樣子 可是呢 我跟你們講 我就去年 還是前年的中秋節 我就找了 潔心跟熊妹 對 一起去 吃烤肉 對 然後跟他們去 之後發現他們兩個完全不會動耶 就是熊妹有時候 還會幫忙翻個肉 然後林潔心完全就是 就是 碗裡空的東西 他就 就是 然後我就會想說 欸你要吃嗎 夾肉給他 然後就 完全是 王魂嗎 就是跟他們去吃的時候 我就要 我就必須得 負責烤 因為我發現他們都不會動耶 就是 其實我是會烤的人 只是有人幫忙烤的時候 我就會 耶 這兩個人不會動耶 你們都是動一下啊 然後我就不得不烤這樣子 可是烤就 烤的話就 吃的會比較少 因為 就是要分心做其他事 你就不能吃的很專心 不烤的都不要死 不行啦 他會餓死 而且潔心烤我也覺得很恐怖耶 你知道連 就是去吃火鍋或沙滑不是會有那種夾子給你嗎 我 不操耶 就是 就是 林潔心 他連那個夾子都不會拿 你知道他有多誇張 他真的是太恐怖了 他那個夾子就是 他是 就這樣子拿 你就這樣子拿對不對 可是林潔心他是 他是以一個很奇怪的姿勢去握那個夾子 好像是這樣子之類的 然後握得很 怎麼會 怎麼會有人這樣子拿夾子 就是我看他拿夾子 我就覺得不行你不要不要把那個肉會掉下去 喔 對 然後他那天去吃火鍋的時候 他還把人家的 那個 湯匙打破 就是他們的那個 湯匙 麵包店要夾麵包怎麼辦 我是沒有麵包耶 我沒有看過他買麵包 好像他去都是別人夾給他的那種 就是有一些店的是他 擺在那邊 然後他們會負責 就是很像比如說外面賣那種 什麼 呃 冰火菠蘿油那種 就是他會幫你弄好 裝到紙袋裡 給你的那種 我沒有看過他去買麵包 聽起來店家損失慘重 可是我覺得他們服務態度很好 就是他弄破之後 然後店員就說 沒關係沒關係這樣子 就是 潔心該對我網路發動攻擊 我跟你們講林潔心真的是 他沒有辦法 碰觸任何有火的東西 不是就說沒有火 對我就 我覺得主要不能有火耶 他真的很危險 謝謝新穎的水晶吊墜 可是如果是去吃 小吃店的話 他也不可能用玻璃湯匙 小吃店的湯匙 應該都是塑膠的 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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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火呢 你說 潔心們碰觸我 連冰火菠蘿油都不能吃 是不是 卡到不知道他的英勇事件 真的是很恐怖 今天就很卡了 就不能當廢人 誰不是這樣 就是可以休息的時候 當然要休息啊 山傻裡面最聰明的是熊妹 一眼難盡 一眼難盡 但我認同熊妹有比 潔心聰明這件事情 欸 今天真的好卡喔 好煩喔 我們山傻裡面的 就是神一樣的等級 自由聲好不好 直接智商這樣 這麼高 超出螢幕的高 很傻但有自己聰明的地方 好啦 我好像 接受這個說法 現在是聲音沒有卡畫面卡 好像今天一直都是這樣子 對 哈囉羊過 晚安 感覺差不多了 對啊 可是我剛剛前面有重開 我以為是我有問題 可以期待握手會變成夏季服裝 對 好痛 我的 在家對不起 天啊我在幹嘛 差點 差點不能生育 好沒有沒事 他想到 對就是握手會 想說我要穿毛茸茸的衣服 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 然後結果改到五月 那我就不能毛茸茸了 對阿 差點出事 對阿差點絕指絕孫了 沒有就是沒看 我沒看到就好 沒事沒事 沒有啦 沒事啦 我笨笨 我笨笨 卡到什麼都沒聽 對沒聽啦 剛剛還說自己很聰明 我 我聰明阿 好吧 我又在想為什麼要穿什麼 會被特別關照吧 就想說 這人怪怪的 好卡 對阿 我覺得我剛剛不應該重開的 我應該 就是趕快下播了 重開完到現在沒有 可是想說算了啦 就 自己平常也可以穿 中暑 對我會中暑 我從9點 9點 然後一直卡卡了兩小時 然後重開 不知道快11點半 對阿為什麼重開 他要重算我的時間 我好生氣 而且這禮拜 對啊也只有播兩次 下一次就要等下禮拜了 結果他居然 這禮拜最後一支直播給我卡爆 下一次應該也是禮拜一 今天也差不多 好不習慣喔 通常這個時間可以跟大家說晚安 可是我想說 要改變那個習慣的話 就不能太早說晚安 那我先來念榜 好 今天的第13名是 太空 謝謝太空 第12名是 阿當 謝謝阿當 第11名是 阿希拉 謝謝阿希拉 第10名是 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9名是 謝謝圓滾滾 謝謝圓滾滾 謝謝博城 第7名是 中影 第6名是 阿妮 謝謝阿妮 第5名是 詹先生 謝謝詹先生 第4名謝謝 第2名是 黃拉 謝謝黃拉 第1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啊對了 聽說蘿莉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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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禮拜就要 就要30歲了 欸我 會不會講年紀不好 不是我講 那 那 他念榜就順了 蛤 有了是卡的 好啦 就 對 那 今天直播 蘿莉狼生日快 泰蘭 大家晚安喔 好疲憊的直播 我疲憊不是因為你們 是因為 浪一直卡 而且我現在居然沒有 任何特效可以用 那 大家今天可以 就是跟 跟他祝福他 30歲 救命 我會被殺掉 我會被殺掉 我真的 不要隨便告訴我你們的 好啦 大家晚安囉 不念了 大家晚安 掰掰 沒有念你們的名字 但是很愛你們 大家晚安 謝謝真正的草莓蛋糕 下週見大家晚安 掰掰 好不習慣喔 沒關係 好晚安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自己 我不可以自己 對我自己做的決定 我不可以 好 大家晚安 掰掰 晚安喔